感谢主 我们可以尾声在一个敬拜的福祉里面 你知道世界上面一切的福祉 一切的福祉都会有完结的一天 你知道有一天许牧师跟我 我们不再需要讲道 因为我们都会在耶稣的面前 我们在祂面前敬拜祂 在祂面前听祂讲天国的奥秘 你知道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去传福音 我们就不再需要去做差传 因为耶稣应许要把一切相信祂的人 带到祂的同在里面 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 不再有眼泪 不再有伤痛 没有疾病 没有黑暗的地方 我们在哪里 要永远地来歌颂敬拜 敬拜是一种事工是从创世以前已经开始 这个福祉要一直到永恒 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要敬拜 我们也是为敬拜而被造的 敬拜是这样重要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一首的诗歌 在诗篇第95篇 刚才我们同声来读出来 这首的诗歌教导我们 怎么样呈现神所喜悦的敬拜 这首的诗歌呢 历史历代都被称为一首《孙昭》的诗篇 《孙昭》就是邀请的意思 邀请我们来敬拜这位神 因为这个诗篇里面 有三次向我们发出邀请 有三次说 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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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敬拜 第一节他说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娃歌唱 第一个邀请 然后第六节他是说 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 是第二个邀请 然后到第七节最后一句 他说今天为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第三个邀请 来啊让我们今天听他的话 像我们发出三个邀请 这个也代表了在我们的敬拜里面 三个不同的动作 三种不同的气氛 三个不同的情怀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 然后我们一起来回应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邀请 邀请我们来敬拜他 邀请我们来歌唱 邀请我们来听他的话 这个就是我希望我们今天直到永远 每一次敬拜的时候 我们记得这几个不同的动作 诗人在第一第二节向我们发出第一个邀请 我们还是同声来读好吗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娃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这里有一个很欢乐的气氛 有一点像中国人过新年 好像今天我们一起牵着手来唱歌 我们彼此的问安 好高兴 他们有歌唱的声音 有感谢的声音 有欢呼的声音 为什么这群人这样欢喜快乐呢 原因就在第三到第五节 我们还是一起读 来 因耶和娃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 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所造成的 他们欢喜快乐的原因 就是他们所侍奉的 所敬拜的 是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的神 可能那个时候有人拜 地的深处的假神 你知道我在香港出生成长 我的邻居呢 门口呢 就有一个土地宫 一个神位在那边 当我到台湾服侍的时候呢 转一个弯又看到一个小庙 有时候很多店 然后中间有一个庙 就是那个地方的神 每一个乡下都有他们地方的神 但是诗人说 地的深处 我们的神 一切都在他手中 这些都是小神 可能有人拜山的神 那个山越高 那个神就越灵 但是诗人说 山的高峰 也属于他 有人拜海神 我知道 近海的地方 很多会拜 妈祖 海神 但是原来海洋 也属他 甚至沙漠 汉地都属于这位造物的主宰 子民欢喜快乐 是因为他们所拜的 是真神 是超乎一切万神以上的神 所以他们欢喜 所以他们歌唱 他们欢呼 他们感谢 你知道我是一个学唱的人 以前我每一次读到诗篇95篇第一节 我就好快乐了 因为他说 来啊 我们要向耶和娃歌唱 我常常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不喜欢歌唱的 应该每一个人都喜欢歌唱的 所以我说 你看 圣经也这样讲 牧师很喜欢用圣经 但是我看到 后面 我就有一点为难了 为什么 他说 想拯救我们的磐石 做什么 欢呼 欢呼呢 带有祸喊的意思 你知道我是在一个传统中国教养里面成长的年轻人 现在不太年轻 一个中国男人 我长大的时候 妈妈说 男人情感不可以外露的 对吗 所以大丈夫 流血 不流泪 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的情感 所以我都是很含蓄的 喜怒 不行于色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我看到这一节 像拯救我们的磐石 欢呼 喊的意思 我说神啊 我不懂怎么样欢呼 我不会喊 我不会喊 那时候我也是刚刚来到美国在念书的时候 我发觉美国人呢 很会呼喊的 对吗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书店买书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迎面来的一个男人 他在地上捡到一分钱一个penny 然后他说说 Yeah! It's my lucky day! 好大声的在喊 我看到他 我说 神啊 他们比较懂怎么样向你欢呼 我还是向你歌唱好了 因为我不会欢呼 但是神跟我教导我 祂让我知道原来我不是不会 我是不肯而已 你知道我是一个篮球迷 如果你昨天晚上来过 你知道 我不但喜欢打 我还喜欢看 你知道我最爱看的是火箭队 OK 谢谢 OK 我知道这里是Liquers Country OK 然后也看到Golden State的在那边 OK 我们今年可能要跟你们打 我跟那个火箭队呢 真的是又爱又恨 为什么爱呢 因为他们其实打得不错 有时候呢会打到准决赛 甚至有几年呢打到总决赛 为什么恨呢 就是他们的历史都是这样 每次很要紧的关头 我们原来还赢一分两分 剩下一秒两秒 然后呢我们会反胜为败的 就是那种球呢 输了以后三个月都没办法吃饭那种 所以呢又爱看又恨 但是呢有一年 1994年 当中有还没有出生的 我想 1994年的时候 我们打得特别好 我们打到总决赛 七场跟纽约队打 谁赢四场呢 谁就是总冠军了 那场四军立地 他们赢了三场 我们也赢了三场 来到Game 7 第七场 在休斯顿打 那一场也很激烈 我们领钱一分 他们追回来领钱两分 我们到最后三秒 最后三秒 我们领钱两分 但是呢发球权在他们那一方 所以我们好紧张啊 他们还有一个机会 还有三秒 而且如果历史的教训是对的话呢 会怎么样呢 他球会丢进来 然后三分篮最准的那个球员会拿到球 然后投篮中篮 我们会输一分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跟一群弟兄好紧张 我们跪在电视机前面 为他们祷告 终于开球了 那个球一丢进来 John Starks 他投三分篮是差不多47%的 好厉害的一个三分篮投手 他一拿到我们说谁了 他就投篮我们说惨了这次 又再重演了这个历史 在那个时候 我们的一个球员 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 一手就把球挡去 剩下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剩下 结束了 我们赢两分 你猜我们怎么样庆祝啊 好含蓄的中国人 感谢祝他们打的针 没有 我们 哇 我们的火箭队 一直在喊 彼此拥抱 一直在跳 然后喊的 我还有一个朋友 滚在地上 他说我一生人 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 在我们在喊的时候 我就听到圣灵的声音 圣灵说 好闲啊 你看这个区区的火箭队 你因为他们赢球 你喊得像一个疯子一样 但是我是你的大神 是你的大王 你可以为我呼喊吗 也是因为这样 我就立志 我要不单向主歌唱 我也要向主欢呼 但是我立刻遇到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困难 就是发觉呢 华人呢 我们每一支喊呢 都不是好的 都是负面的 对吗 特别香港来的 反对 抗议 抗议家家 抗议家心 没有人抗议家心 我们每一支喊 都没有好的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呢 就写了下面一首歌 不单我们来向主歌唱 我们也要来向主欢呼 这首歌就叫呼喊 我团队有两个不见了 跑了 这首歌不单我们歌唱 待会有一段 我们还一起向主欢呼 可以吗 我看到当中 有一点觉得有一点困难的 你跟旁边讲 你也可以欢呼好吗 你跟他讲 你也可以欢呼 我们站立来唱好吗 我们先来唱 然后我们一起 又唱又欢呼 来 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 不足承送祂的生命 因为权力编满祂的慈爱 再来 我们应当唱些耶和华 故事弹琴 收集巧妙 红两个声 向他唱信歌 我们呼喊 大能君王 我们呼喊 谁是救主 我们呼喊 他是创造主宰 我们呼喊 万处之王 我们呼喊 万处之主 全力当向他 服服 敬拜 大家学得很快 也唱得很好 的确我们应当 用诗歌来向他欢呼 我们不单唱 我们也要向他来呼喊 我们再唱 我们应当 我们应当赞美耶和华 不足承送祂的生命 因为权力编满 他的荣耀 我们应当 成些耶和华 故事弹琴 手指巧妙 红两个声 向他唱信歌 我们呼喊 我们呼喊 大能君王 我们呼喊 心事救主 我们呼喊 他是创造主宰 我们呼喊 万望之王 我们呼喊 万处之主 全力当向他 服服 敬拜 待会呢 我们会唱副歌两次 我们怎么样唱呢 我们会唱 我们呼喊 然后我们一起来呼喊 大能君王 可以吗 OK 预备好了 不单来歌唱 我们要向主呼喊 来 我们呼喊 大能君王 我们呼喊 心事救主 我们呼喊 他是创造主宰 再来 我们呼喊 万望之王 我们呼喊 万处之主 全力当向他 服服敬拜 再来 再来一次 我们呼喊 大能君王 我们呼喊 心事救主 我们呼喊 他是创造主宰 我们呼喊 万望之王 我们呼喊 万处之主 全力当向他 服服敬拜 全力 全力当向他 服服敬拜 为我们的主 来感恩 所以敬拜的第一个动作 就是向我们的主歌唱 欢呼 我们再来喊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来 哈利路亚 赞美主 再为我们的神鼓掌 坐下以前 你跟旁边讲 你说 我发觉你今天唱歌的声音 很好听 好吗 可以你跟他讲 在这个充满喜乐 吵闹气氛的一个动作 一个邀请以后 诗人向我们发出第二个邀请 记在第六跟第七节 我们还是一起来读 来 来啊 我们要屈身敬拜 再照我们的耶和娃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朝城的羊 是他手下的名 这里讲到 来啊 让我们屈身敬拜 从一个充满动态的外表形态 到一个安静的外表形态 你知道犹太人是怎么样俯服的呢 他们会跪在神的面前 然后两个手心向下 在神面前完全俯服 好像这样 他这个俯服的外表形态 其实是代表 他们心里面谦卑的态度 有谁可以登耶和娃的圣山呢 就是那些手节心轻 不像别神俯服的人 他们可以登耶和娃的圣 你知道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知道 耶和娃神 祂是创造主 我们是被祂所造的 祂是牧人 我们是祂草藏的羊 祂是主 是君王 我们是祂手下的名 神人有别 有尊有卑 在创造主的面前 我们要屈身敬拜 这个就是世人向我们发出的 第二个邀请 要知道 谁是尊 谁是卑 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 岳伯记里面有这段的文字 他说你去问天 你去问地 你去问田中的走兽 海中的鱼 天空的鸟 如果他们可以回答你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讲 谁是他们的创造主 但是我相信一切被造之物里面 唯有人 我们是想尽一切的办法 不承认我们跟造物主的关系 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手中 越聪明的人 越能干的人 我们就越要摆脱 找了一切的理由 一切的办法 摆脱跟神自己的关系 我们对生命 真的这样有把握吗 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 在自己的手中吗 有一次我跟师母 在收拾我们的衣服的时候 可能因为灰尘很大 我就打了一个喷嚏 啊啾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闪到腰了 痛得要死 我就扔在那边 好像这样 想爬下去休息一下 没办法下 想弯回来 没办法上 然后好不容易 踏着师母的肩膀 很不容易回到床上面 躺下 我就知道这一次不好了 因为我手脚都可以动 就是没有办法翻身 每一次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痛得要死 你可以想象一个乌龟 翻过来那个模样 我躺在那边 有一个好朋友 做医生的 一下班就来看我 他看我 听我检查 就给我那个特效的止痛药 平常人家一天吃一粒 他给我四粒 他说一次吞下去 希望三十分钟以后 会有帮助 吞下去以后 陪我坐了一下 三十分钟以后 还是痛得要死 所以他就跟我讲 他说浩贤 你好好的睡几天 如果下礼拜呢 还不能下床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送你去医院 送你去医院 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急了 我说Dr. King 你可以帮帮我吗 因为呢 我礼拜五还有服饰 礼拜六还要教课 礼拜天还要讲道 我说你可以帮助我吗 他想了一下 他说都是没办法了 不如这样吧 我替你按手祷告好吗 你知道平常都是牧师替人祷告 把医生替牧师祷告 有点丢脸对吗 我说你来你来 你为我祷告 他的祷告真的摸到我的心 他说主啊 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 我们的力量盼望 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他求神医治我 我记得那一次 我听到他这样祷告的时候 我的心也浮浮在我的造物主下面 因为我是被造的 一个喷嚏 简单的动作 可以把我一周的行程完全搞乱 原来我对生命 真的没有这样大的把握 我再次在他面前祷告 求他帮助我 今天来到神面前也是一样 我不知道你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你觉得你可以操纵你生命的一切吗 还是有一些地方 你不愿意放手的 愿意你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谦卑的 俯伏 敬拜 下面我们要来唱一首的歌 叫转回 因为神是慈爱的神 我们的罪 得罪了他 但是他没有收回他的慈 也没有叫他的信实 废弃 他说什么时候 我们愿意转回的时候 他就要带我们 回到他的同在里面 在唱的时候 我们俯伏 敬拜这位神 把一切都交给他 愿意他掌管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倘若我今天跌倒 恳求你福气引导 且莫认我偏心 容我刚硬 这是我真诚祈祷 倘若我明天骄傲 以致我迷失方向 求你怜悯关交 且莫放弃 使我转回你怀抱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 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 求你不叫你的心事飞弃 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 我必会因你呼召 因我知你爱多少 我愿意 我愿意生意识 追随 快跑 无论你走 无论你走了多远 今天就是回转的日子 神要显明他对我们的慈爱 愿意他 愿意他 我们来到他面前 求赦免 得洁净 一切来唱 倘若我今天跌倒 恳求你父亲引导 且莫认我偏心 容我刚应 这是我真诚祈祷 倘若我明天骄傲 依止我迷失方向 求你怜悯观瞧 且莫放弃 使我转回你怀抱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 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 求你不将你的心事飞起 求你不要收回你的慈爱 好让我在你爱中的建造 求你不将你的心事飞起 因你是我的唯一依靠 我必会因你舞将 因我知你爱多少 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 我愿 我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 愿意我们的神在爱里面 建造我们的生命 帮助我们在他面前 谦卑地俯伏地敬拜 来啊让我们屈身敬拜 来啊让我们向耶和娃歌唱 世人就来到第三个邀请 这里他的语气改变了 在第七节的最后一句 他说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但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 这里语气变得很严厉 然后世人讲到以色列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在第八到第十一节 我为大家读出来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他就是在旁边的马杀 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 叹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世代 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仅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 来啊让我们今天听他的话 不要硬着心 我相信神的神迹其实 没有再比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段时间 是这样明显地活在每个人的眼前 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后面有追兵 前面有大海 但是摩西举起发杖的时候 大海就分开 然后圣经让我们知道 他们是在汉地里面走过去的 以色列人有没有看到神的神迹奇事呢 有 但是他们是观看而已 看是看到了 但是没有晓得神的作为 没有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宇宙 也是大有能力的神 因为他们是心里面迷糊的 因为他们是心硬的 看到神迹奇事 但是没有认识这位神迹奇事后面的神 在旷野的时候 四十年每天早上 有云柱为他们遮阴 晚上有火柱来保护他们 他们饿的时候 天上就有麻辣让他们可以吃 然后渴的时候 水就从磐石里面出来 这些都是神迹奇事 每天都看到 他们我相信也看到了 看是看到了 但是观看而已 观看没有晓得 观看没有相信 因为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心是硬的 看到神迹奇事 却没有去相信 依靠这位神迹奇事后面的神 为什么我说他们没有相信呢 就是当他们在米利巴 在马萨的时候 他们渴了 找不到水源 他们选择应付的方法 他们有困难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埋怨 然后他们还要说用石头丢摩西 把他杀死 然后他们埋怨 让神很生气 他们说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 神在哪里啊 如果神在我们当中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的困难 他们说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真的很滑稽 因为他们在埋怨的时候 神还在他们的旁边 我在想 他们说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 可能云柱还在上面 当他们埋怨 难道神在我们当中吗 可能早上还刚吃完这个马萨 好滑稽 他们知道有神 看到神的作为 却没有相信这位神 特别在他们困难的时候 他们没有相信 神是可以帮助他们的神 所以神跟他们很生气 他们看似看到 没有相信 同样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 我们经历了 他很多的恩典 很多的丰富 很多的爱 但是如果明天你去上班的时候 你发觉工作没有了 但是你还是有很多负担 你需要这份的工作 你还可以相信 在一切的困难当中 神可以牵着你的手 与你同走过吗 还是你觉得神在哪里 如果神在这里 我就不会遇到这些 如果明天你收到医生的电话 说你来诊所见我 还要把你的配偶也带来 你知道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消息 你还可以相信 这位为你舍命的神 有对你生命最好的安排 就是在最困难当中 祂会有足够的恩典力量给你吗 那么今天又怎么样 今天又怎么样 为愿我们今天听祂的话 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听祂的话 知道祂是爱我们的神 相信祂是爱我们 为我们开路的神 今天你听到我讲了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 是我们要听神自己的话 好吧 我们下面有一点安静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面前 每一个人来听祂的话 无论你现在所经历的是什么 是顺境 逆境 是黑暗 是光明 神 要向你的心灵 讲话 听到的时候 你要相信 可能你的挣扎 是在经济的事上面 或是你的事业 或是你的学业 神爱你 为你生命 有最好的安排 只要你不害怕 坚定地相信祂 祂必定 会为你开路 可能我们当中 但是却一点力量都没有 你要相信神 祂有话要跟你讲 祂要给你力量 祂要帮助你 可能我们当中 有弟兄姐妹 已经听到神自己的呼召 祂要你 去到一个 你没有想过的地方 但是你有很多的惧怕 但是我愿意你今天 也听祂的话 不要硬着心 做心里迷糊的人 相信祂 祂要你做的 祂必定会给你足够的能力 恩典 供应 让你来完成这件事 我愿你今天也听祂的话 可能我们当中 有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 你听过神这样的爱 在我们还不认识祂的时候 祂爱我们 可能你已经来到教会一段的时间 你听到很多关于神的事 也曾经听过祂的声音 愿意你也不要硬着心 愿意你来相信耶稣 接受祂做你的救助 祂要赦免你一切的罪 祂也要给你永远的生命 为愿意你今天听祂的话 主啊 我们感谢 祂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 因为祂爱我们 祂也对我们生命 有一个特别的呼召 特别的旨意 神啊我们求祢 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硬着心 让我们听到以后 我们就顺服 我们就相信 也求祢塑造我们 成为一个敬拜祢的人 向祢喜乐的欢呼 也向祢服服下拜 也每一天听祢的话 相信祢 跟随祢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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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